地面燈光控制 那當天晚上的時候 整個機場都靠靠靠靠 但是大家其實可能都發覺有些燈光 那就是在這裡控制的 那就是我們塔台的管制員去負責控制 那你見到那個鋪排都是比較低的 因為我們其實做控制塔指揮的時候 都很多時候要看出窗外 那所以這個設計跟那個有少少的分別 那但是基本上的需要都是一樣 都是要滿足到我們這個水平的工作 那我又想問一下 我們是駕巴士的 就可以看路面的 那它在天康那麽闊點的方向 是有錢的嗎 大部份都是看儀錶的 飛機上面在上面 因為我們當作 飛機師是看不到外面的 所以我們叫他們的儀錶飛行 就是看儀錶的 那個儀錶上它不需要看出窗外 但是降落之前是怎樣的 因為落地下那一刻 雖然它的儀錶可以替它降落 但是我們這裏頭 就是在一個控制 安全點頭 它最後最後的移發車 離開地面移發車 都發現飛機時 控制柔的飛機 看到然後才降落 如果看不到的話 有時如果你回來香港 千里不好的話 飛機能夠到嗎 它扶飛 就是不成功 所以要抽頭進去降落 這裏頭 這個飛機就是 著火 有事故 人情著火 飛機燒著 現在呢 其實這套儀器 是用來做訓練的 我們訓練控制員 如果這個情況 它怎麼做呢 它不通常 它立刻就按警鐘 消防車就出來了 它會跟消防車 告訴它 在哪個位置 它去那裏 飛機什麼事幹 它就會去救人 這個主要是用來做訓練的系統 這個無意的 那就 繼續 那當然有意外 當然要做訓練 那就去到後面的 鞋船板